川普封杀华为已由美国企业 对可能引发的连坐效应表达担忧 微软奇异电器 日前致函美国商业部 认为利用出口管制封杀陆器 会让美国在国际中遭到孤立 彭博社26号分析 打压华为等陆器 美国恐引火自焚 因美气与全球供应链已密不可分 有分析史预估 北京若禁止苹果进口中国 作为封杀华为的报复 苹果企业利润恐大减三成 5月29号 华尔街出现新一轮抛售潮 焦虑的投资人 逃离科技股及其他高风险标的 转报美债 从5月初中美贸易嫌疑谈判破局 互可新一轮关税 到白宫封杀华为 传出大陆恐以稀土牌反制 再到川普出访日本 暗示贸易战可能延长 这一天的美股自5月以来 蒸发掉至少2.5兆美金 相比股市 美债更显 信心崩盘 10年期美债殖利率 5月骤跌至2.26% 创两年新低 且又见倒挂现象 即10年期公债殖利率 低于3月期公债殖利率 且5月30号两者的差距 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最深度的反转 当短期美债殖利率 高于长期美债殖利率 便是投资人压住 美国经济疲软 不看好该国未来的经济成长 分析师认为 这说明市场恐慌程度 在创新高 美债殖利率虽然下探 美国经济增长 其实依然强劲 4月份失业率 50年来最低 扭失引述经济学家说法 知川普的贸易战 并未破坏金融海啸后 美国迄今 10年的经济复苏 但伤害当然有 美国商务部 4月份数据 进出口均下滑 其他数据 亦显示制造业 大幅放缓 另外 川普封杀华为 美国农村地区 面临断线危机 西北农业州 蒙大拿小镇科斯比 过去因大型电信商 网络未覆盖至此 而有全美最难联系小镇之称 美国小型电信商 柠檬特是当地的 网络救星 七成通讯设备 构自华为 执行长基尔哥表示 倘若禁令扩大 让换掉华为 是唯一选择 他宁可停业 因为更新设备 总成本5000万美金 对小公司来说 劳民伤财 毫无必要 并没有人 在他们的心目中 会禁锁线 和禁锁线 禁锁线 宁州小型电信商LHTC 为周边乡村 7000个家庭级小公司 提供电话 电视及网络服务 当中1600个服务对象 完全仰来华为设备 执行长凯尔表示 五年前选择华为 作为供应商 是审慎的商业决定 且最大原因 是成本考量 事实上 美国乡村地区 地广人稀 乏力可图 大型电信商 通常不愿涉足经营 当地因此 多散步这小型电信商 用户仅数千人 到至多十几万人的 成本考量下 多半购买 相对Nokia及伊利信 两大欧洲电讯通信品牌 价格实惠的 华为 盈利为深 奥勒冈州 一家小型电信商 就告诉纽石 选择华为 理由简单 若买福特 就绰绰有余 又怎么会买 蓝宝尖尼 川普禁令下 这些华为的重度使用企业 由于美国缺乏替代品 只能转向昂贵的欧洲技术 加上需聘请专业人员组装 更换设备 开销胜据 美国参院 面对民间 业者反弹 传出 以达跨党派共识 计划拨款 7亿美元辅助金 协助进行 设备更换 但小型电信商 组成的 美国乡村 无线协会表示 协会55名成员 四分之一 用华为设备 更换总成本 8至10亿美金 况且全美受影响电信商 不止这十数家 而是数十家 7亿美金 根本不足 一旦小型电信商 撤手农村 就算美国大型电信商 如AT&T 愿意进驻 少了廉价 华为技术 服务少数人的 高成本生意 也做不长久 将令已是 关税受害者的农民 处境更加艰难 因为精致农业 通常仰赖高网速 及时监控 天气变化 全球金融市场 卷入川普的贸易战时 川普31号又加码 无预警上推特宣布 美国自下个月起 将对邻国墨西哥 所有进口商品 加着百分之五万税 且惩罚会不断升级 直到中南美洲 非法移民 不再经由墨西哥 入境美国为止 中南美国的贸易战时 可以帮助我们这里 这是我们要求他们做的 川普释出市场意外的黑天鹅决定 全球股市大迭 特别是仰赖墨西哥厂组装 向美国输出大宗汽车的国家 日本汽车肋骨摔得最为比青连种 继中国之后 川普第二次以惊人的关税决定 重塑美国与他国的谈判 彭博社首席经济学家欧勒因撰文警告 同样是加征关税至25% 墨西哥进口商品上涨 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影响 更甚中国商品 因为墨国输美商品 以汽车及电脑相关领祖建为大宗 比起大陆出口的民生必需品 给美国带来的经济伤害 只怕更痛 本周已传出联准会开始考虑 反向降息的何选项 挽救美国经济 联准会副主席克哈里达 30号在一场公开演说中 首次暗示联准会可能重启 降息大门 但是,如果这些资料提供显示显示